对阵双方分别是德国女足和中国女足 在小组赛中 稳定性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每场比赛都不能丢分 才能保持住 他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吗 很早就打破将军了 这状态来得非常快呀 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 这个球传的实在是太到位了 直接穿越了对方方线 最后这条推射更是让人赏心悦目 比赛现在变成了1比0 亚历山的拉波普 他依靠丰富的经验 及时的出脚 化解了对手的攻击 直接起脚打门 只不过这样的打门依然不足以对门将造成威胁 莱纳奥贝尔多富 王莱纳奥贝尔多富 王莱纳 亚历山的拉波普 斯维尼亚胡特 前场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 黄主峰 这是波普 这是波普 王莱 可以打门了 球进了 分场被拉大 他们现在领先两球 进球回放来了 被他在这种距离拿到这个机会 还会有其他结果吗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亚历山的拉波普 交给了波普 球又回到了波普脚下 把球权送给了对手 在自家进区里这么抢断啊 真是大心脏啊 出界了 球门球啊 他在后场遭到比抢 不过周围有队友啊 提供支援和保护 还不错 队友的支援来得很快 德布里茨拿球 对手抢断了 德布里茨的传球 失误了 萨拉多尔松 传给了奥贝尔多夫 想找前面的队友 好可惜 江江越位啊 团到了 也跑到了 要怪就只能怪 变才的业务能力 太出众了 黄珊珊 这是一脚极具威胁的挑船 这种拦截啊 真是非常掌势器啊 对方通过大量的组织和拉扯 才找到了机会 然后就这样被化解了 正在拿球 等待队友的跑位和拉扯 昂加利 多好的一次机会啊 哎呀 这球真是 打不进比打进都难 他今天这个状态 真是令人堪忧啊 这个距离非常近 对他来说应该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只能猜想 今天身体状态 可能还没调整好 一定是的 已经杀到前场了 这球过去了 幸亏他有队友及时赶到啊 黄霜 创造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王珊珊 机会出现了 漂亮 这球又有了 三球领先了 比赛的悬念已经不大了啊 这个球充分地说明了一件事情啊 有一个好的传球手 进攻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 真是好球啊 看看比分 上半场一边倒了 姚伟 张睿 让对手失去了对球的空地 抢断对手的传球 拿到了球权 马过尔处理球 伯普可以打门了 这个抢断非常关键 没有让对手形成射门 小传过顶 事业非常开阔啊 台湾哨响了 这球越位了 近距离还是要动起来 千万不要当储装王啊 马过尔处理球 机会啊 门将注意力很集中啊 这是一个角球 角球开向了禁区 球被衡联 弹回掌战了 还不能掉以轻心啊 上半场比赛结束 比分差距很大 短暂的休息过后 下半场比赛开始 这次换成了中国姑娘们来开球 这次换成了 那次换成了 这个主角 是我们很远的 这次换成了 现在我们的主角 creep up 我们可以回去了 这是起来的 他的表现只能用完美来形容 这是精彩的个人表演 完美的终结 比分被改写成3比1了 罗嘉慧 网霜 看看出球的效果 已经很近了 这球被门将扑了一下 威胁还没有解除 这球有了 球一直就在他们进去内 他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都没能消除威胁 当然最终会付出代价的 现在比分是4比1 好球就有拿到球了 罗嘉慧 他没有让这个球传进去 防守队员把球碰出了底线 脚球 被防守方抢到点 还是一个脚球 脚球直接开到了门前 看起来很危险 门家把球挡了下来 门家把球挡了下来 创造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伍特拿到了球 一次成功的进区内抢断 唐家立 王珊珊 王珊 这家跳船真的是精准而又致命啊 门将这次中规中矩没有失误 尽管我们在解说席离球门很远啊 但是我也能很清晰地看到 球并没有过线 就算我们眼花了 还有门线技术呢 哎 球直接往进区里开 球被门将拿到 目前比赛还剩下半个小时 传球队员可能眼花了 看错人了 双妹子 王珊拿球 好跳船 机会来了 球进了 领先优势 扩大到了四个球 来看看进球的过程 有点漂亮的过定球 传到了危险区域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目前双方比分是5比1 亚历山的拉波浦 罗家慧 还一路向前盘带 后点有队友包抄 看看这次横传 周梅远轻松拿到了球 这守门质量是真的不高 挠痒痒 萨拉达布里茨 交给了胡特 交换给了胡特 把球权拿了回来 中断了对手的进攻 网露 他可以尝试摆脱了 门将这一下值得一个甜甜圈 亚历山的拉波浦 目前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20分钟 德国姑娘们丢掉了球权 这是萨拉达布里茨 看看他这次内切的效果 在现场把球控住 等待队友的接应 这球怎么说呢 应该还有更好的选择 黄霜 背感 马丽娜赫格林 朱利亚格温 丽娜马过 他几乎是身处无人区 好 机会 达布里茨 这球越位了吗 我还真没看出来 场边有动作 要换人了 庞加利 张瑞 张瑞传得漂亮 集中横梁 出界了 卡特莱恩 亨特雷西 转给了拉特维印 支援进攻的队友 已经到位了 球是他们的了 他这种向前的能力啊 确实是球队所需要的 抢断成功 拿回了球权 能不能抓住这个 漏洞打反击呢 看看他们如何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 德布里茨拿球 边才聚齐了 这球还是越位了 团跑的时机 还是欠了一点默契啊 是 教练在场下准备换人了 把球铲出了边线 对方来发界外球 中场哨声没有响起 捕食两分钟 进区里 教科书一般的防守啊 球迷们的意思很明确啊 我们要看的是射门 他是禁不住观众的一再要求啊 观众让他射门 他就真的打了一脚远射 和大家同与同乐 虽然没劲吧 但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观众 马过儿处理球 比赛结束了